我會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我今次會接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就是來自瑜伽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禧 Harry Harr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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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宜遲接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首先第一位就是邱小姐在電旁邊 邱小姐你好 李慈禧早晨 邱小姐早晨 我想請問神華1088 是1088 請問神華要派入嗎 好 我想問派入 見到中國神華 其實是10月份裏面 做得比較好一點的行資成份股 10月來講已經升了9.6% 現在來說暫時這刻跌到五線 32.9毫护 現在這刻買的話 真的好不好買呢 我們見到神華最近的表現是回用的 主要在於不同的資金炒作 本身中國經濟問題也會逐步改善 經濟發展勢頭 足底回升的狀態 都會令到煤炭需求有個上升 但現在本身股價的累積升幅也有一段 我們看回技術走勢而言 我都提議邱小姐可以在32元以下買入 我相信未來沒有特別消息當中 亦都會見到神華的股價去到這個高位 會有一個反覆橫行的階段 這個橫行區間的樓下大概32元買入 如果看回電力方面的電量方面的需求 如果有個上升的話 亦都挑戰之前的一些高位大概35元的位置 可以嗎 師姐 32元入就35元走 我想請問多隻 196年龍湖地產是未有貨的 在甚麼位置買入呢 龍湖地產 今天看到高位有13.78元 現在來說13.68元 暫時來說沒有升跌 龍湖地產內產股方面 你又怎樣看 龍湖地產方面 我都會覺得現階段的價錢是有少少高位 如果投資者去看不同的內房股當中 其實不是一個資金的炒作表現 我都覺得960這隻股份 現階段去到13.68元 其實為了技術走勢而言 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強勢 亦都見到如果有一年的高位來講 再去買入 風險會比較高一點 我都覺得不妨觀望一下 如果以股價的走勢而言 我相信12.5元去買入 即後低回去買入的話 那個直播率是會高一點的 好 麻煩你邱小姐的電話 接下來接下來接聽就是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李小姐早安 想問哪隻股份 想問1313 1313 華潤水泥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是的 我4.9買的 我想問一下 金鑽海爾的商務空間有多少呢 好 恭喜你 賺點了 4.9買的 現在來講是5.42元 還在升接近3% 近日來講 水泥股方面有一個炒作 其實商務空間可以升到多少呢 我看到今天華人水泥也升得不錯 看到水泥板塊也有抽升的狀態 看到基建相關類的一些股份 也會看到因為國策的衝勁 也有一個抽升的情況 以本身5.42元這個位置 也在技術上衝破了之前 10月中的一個高位 我也覺得李小姐可以保持多一陣 4.9這個位置其實買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現階段來講 第三、第四季 特別是華潤水泥來講 第四季會是他們本身的銷量高峰期 本身的股價表現 我相信 接下來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提升 看回5.8這個位置 我覺得機會是比較大一點 李小姐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隻要問呢 是3.23元 但3.23元我就多2.1買 我想問 如果我去到現在的目標價 是不是應該要先沽了它 好,2.1買 現價來講都是做2.1 升5%那麼多 馬鞍山鋼鐵來講 剛剛最新公佈業績 要問Hurry 其實怎樣看這一隻 基建類的股份 我覺得李小姐都可以保持多一陣 未來到十八大 即是下星期四之前 仍然都會有一個沖影 看回如果你說去到2.2這些位置 近來的一個高位 亦都會有一個壓力在的時候 就不妨在2.2買入 當然,如果衝破的時候 我相信未來去到2.4的位置 亦都不足為期 以本身的基建投資方面 如果加大的話 對於馬鞍這方面的一些股份 做動車輪 特別是基建鐵路方面的一些需求 亦都會上升 未來馬鞍的業績 因為本身上半年真的做得不太好 下半年由一個基數滑低的一個 本身的純利表現當中 有一個谷底回升的狀態 我覺得股價都有一個爆發力在 好,謝謝你電話 這時候和大家跟進去買 整個就是鋼鐵股板塊的最新造價 在香港現在升9仙 最新報是4.74 吳馬鞍剛剛說到 升超過5% 而重興鋼鐵就是升接近2% 升了2仙 最新報1.23 中國東方方面沒有升跌 最新報1.68 而首獎國際 暫時升超過1% 最新報4.2 最新報4.2 接著和大家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也是李小姐 另一位李小姐在旁邊 你好 你好 李小姐,想問哪隻股份? 問839 839是天泰石油管材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價? 前幾天買的 買了1.43 1.43 好,1.43 現月做1.34 跌幅是接近4% 這隻比較少去說 你怎樣看這隻? 看到石油管道 或者燃氣管道 相關的股份 也是隨著 比如說 一些天然氣的炒作 再加上冬天的來臨 也會有一個明顯的秋升狀態 再加上 本身一些管道 相關的企業 或者股份當中 無論是否真的碰到 也會有一個秋升狀態 我都會覺得李小姐現階段來說 股價是有少少在高位上賣了 看看大概 今天會否說 或是及後在這個星期裏面 守不守著過三的位置 我都覺得如果技術走勢裏面 跌穿過三就真的走得不太好 我都覺得過三作為一個比較近一點的止蝕位 以上看回一個四毫半 如果你說看整個本身的技術走勢而言 會否有一個衝破向上的階段 需要一些國策的帶動 現階段來說 股價的表現 我相信是一個橫行的區間走上落 謝謝Hari 接著我們繼續聽聽 下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次有梁小姐在旁邊 梁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 3323 3323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我想買貨 現在怎樣 升穿了10元有沒有賣 到多少錢才買 現在中建財方面 正在升穿了10元的水平 現在最新做的是10.34元 還可以升 升近5% 又是水泥股 還有偷升的階段 應該什麼時候去買 3323我覺得10.36元有點貴 雖然看到本身的純利表現做得不錯 特別在貴度的表現 有16.89億 在純利方面 已經是上半年純利的八成 看見第三季的表現這麼強 股價的抽升幅度也挺急 但我自己看的目標價 其實是一個大概在11元這個位置 現階段的直播率就不是那麼高 也看到如果升得這麼急的時候 也會有技術回調的壓力 我都覺得不如這位家庭觀眾 投低在10元以下才好看這隻股份 我覺得維持強勢 你會否再抽升 是可能有這個機會的 但幅度或空間就不會太多了 謝謝藍小姐的電話 和大家跟進水泥股 整個版法的最新造價 我看到繼續是抽升的勢頭 我看到安徽可樂是升接近4% 最新報27.8% 而中健康剛提到升接近5% 華人水泥升接近3% 仲裁股份升接近4% 而今如君如股份升超過3% 最新報6.89% 看另外幾隻 見到亞洲水泥升8% 升風來講超過2% 最新報3.357% 山水水泥升1.3% 而西部水泥升3% 台泥升7% 而天水水泥沒有升跌 最新報2.45% 接著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次有陳小姐在電話旁邊 陳小姐你好 兩位好 陳小姐好 我九九年6.27元入酒 我想問目標多少 一式露露買了很久 7元買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先講聯想 見到6.22元買 現在6.32元 6.33元剛跳了 升上超過1% 接近2% 聯想方面 之前也講到 全球電腦市場方面 短暫有個放緩 將會轉供在印度銷售智能手機方面 怎樣看聯想這隻 家人觀眾應該有課 應該怎樣去部署 聯想這隻股份 亦提供兩個投資策略給大家 亦見到6.33元這個位置 短線要等待貴積出現 才會否見到銷售有個放緩的趨勢 亦見到整個行業的環境做得不太好 特別是聯想銷售電腦的行業 亦有一個收縮狀態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究竟一些微軟的生產品 會否刺激到整個銷售的急升狀態 現階段的估計應該反映不到 如果投資者是放到長線一點 即是可能保持到年尾的話 我覺得看回6.6或6.8這個位置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說是很短線的 即是看回跪跡的話 現階段我覺得去到環行區間6.4的位置 其實都差不多了 亦都要看回究竟這位家人觀眾 想短線比較中線一點 去放出這隻股份 好 麻煩陳小姐的電話交 陳小姐想問一下 就是1766 中國藍車 看到現在升超過2% 現價在做6.25 家庭觀眾想知道 上網空間還有多少 上網空間現階段 亦都有急升的情況 我看到技術的走勢 其實短期的壓力 會放在1年高位 6.35這個位置 亦都看到 之前如果你用一個1年的技術走勢圖 去看回的時候 亦都有一個三頂的情況 亦都見到 應該會在6.35這個位置 會較為多的壓力 現階段來說 這位家庭觀眾 你說會否問到上去7元的話 現階段我覺得短線是不會的 亦都見到 雖然第四季本身 對於中國藍車的產品的需求 有個明顯的抽升 但如果你說想看回家鄉7元的話 需要有些少許耐性 我覺得及後可能去到 明年第一季才會見到這些價錢 聽到最後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又有鍾小姐在旁邊 鍾小姐你好 早晨兩位你好 鍾小姐早晨 請問哪隻股份呢 7.32元 給你位置 指示站指示位置 不過了 7.31元 現階來說 就先升了 7.31元 現在升幅來說 不足1% 在升4元 就是中交建 這隻 今天稍後時間 會報回最新的業績 應該怎樣看 另外一隻 中交建本身 本身的表現而言 會較其他基建股慢點 但其實資金 也陸陸陸陸陸陸跟基建股 當中 中交建 縱市比較慢點 仍然会有一个抽升的情况 当然本身的幅度也不会像其他基建铁路股走得那么快 短线来说,看回7.6这个位置 我都觉得现阶段来说,仍然会有一个抽升空间 本身7.6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一个短线炒作呢 需要一些时间 以本身这股份保持住的话,就要给一点点耐性 接着争取时间,带来电邮方面 就是家庭观众,尼先生的电邮查询 想问390,他说是3.58的时候买了 想知道现在来说,上网空间有多少 还有止蚀位在哪里 中国中铁,现价来说是$4.07 升了30% 高件是$4.12 想问你这股份 hold到390这股份 大概是在18大之前 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升势 现阶段其实都已经创了一年的高位 去到$4.06这些位置 我自己的看法来说 去到$4.00以上这些位置 其实本身的压力都很大 投资者可以留意 短线高位 其实已经 做了的时候 不妨大概是在$4.1这些位置 甚至是在$4.2这些位置 就很沽出 我见到鸐山其实都有一定的 一个 利养空间在这里 其实都很不错的收入 另外鸐山想问 就是$5.90 我见到6幅方面 我见到现在来说 升接近30% 现价 做着$20.05 本地零售股方面 又会否看好呢 本地零售股来说 我自己就一般 见到租金仍然有 很明显的提升 但本身的营业额 做得不太好 对于金价也是一个比较横行的区间 6幅股价 其实都会是一个横行的走势 看回$20.05这个位置 其实见到资金 都不是在这个板块里面追逐的时候 投资者可能要观望下 这样 以本身的股价而言 我自己不是那么看好的 好 谢谢Harry 这次问答的环节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依然都会继续打电话来的 稍后的时间 还会在问答的环节 还可以接近隔壁观众的电话 解答大家的疑难 这次和Harry做回申报 刚刚所谈的股份 自己是否持有的 没有 好 谢谢Harry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直播的时间 大家不要错过了